我本身也是IT Consultant 做了十年 我拍攝之前大約做了七年左右 覺得這個世界很有趣 覺得好像一部電影一樣 但我一定要寫出來拍攝 你又何時開始拍片 2006年4月拍攝了五天 拍了五天 除了拍Consultant之前 你有沒有拍攝其他片 有 我拍過兩套 第一套是2003年拍攝的 第二套是2005年 今次是第三套 第三套 不如介紹一下這個故事 Consultant她說些甚麼 Consultant是一個女生 她是一個IT的顧問 她比較覺得自己很聰明 很聰明 之後突然有一天被老闆開除了 為甚麼被人開除了呢 她發現原來知道查了出來 其實是被人陷害的 後面有一個人 用她的帳號做一些不合法的事 然後她檢討之下 她發現原來自己也做到有錯 因為是她給了帳號的那個人 到最後她就和警方合作 就特地把這個人做出一個困難 找這個人多做一次 然後被警方抓了 就情之法 自己拿回那份工作 你的故事也挺有趣的 說一下為甚麼你會找到這個靈感 除了你的生活點點滴滴 裡面有沒有說一些… 我知道裡面有幾個角色 有幾個角色 有幾個主人公 今天有沒有想想 其實是否跟同事 或者是… 會不會那個女主人公 是有少少跟自己好似的呢 是有少少 但是當然很多是誇張了 還有我發覺 我本身是做討論 我是無論如何的 所以我去過很多公司做 差不多認識了百多人 我發覺雖然是百多人 但是本身只有幾個角色 我把那些百多人 加起來做了五、六個角色 在這些發生爭事的經驗當中 寫了出來 那也是真人真事 有人是偷討論 很多都是 很多都是 其實有很多這樣的… 但不是同一個人 有五個人做了幾件事 我抽一抽 就是這個角色表達出來 那可否簡單地介紹一下 你的人物 這五、六個角色 你總結出來是怎樣的 簡單地介紹一下 簡單地介紹一下 就是剛才說過 主角、女子角 就是顧問覺得自己很聰明 就是每件事 人家都… 差不多是年輕人 怎樣做事 後來現在發覺 原來自己也是要靠別人 不是自己那麼聰明 不要以為自己這樣 生愛有生 原來有高人 另外有些就是 就是犯法的那個男生 就是他憑自己的樣子 又比較可愛 其實不太懂事 但是就靠自己的人事關係 就可以在這個IT 世界上立足 另外一些就是 譬如那個老闆 其實不是那個老闆 都是這樣的 但是很多都是 就是很喜歡 普通的 就是想融入 他們那些助手的世界裡 不是那麼容易 另外還有就是 現在很流行 在印度 就會外出我們做的技術 技術 我亦都在這個故事裡面 加了一個印度人 就是他代表了 現在很流行 有一個潮流 就是把這些IT 外出了去印度 那好像還記得 還有一個中國人 還有一個中國人 就是這個是 是一個很經典的 在這裡出生的 中國男生 CBC 對 那他有什麼特別呢 他的角色有 他也是比較 他也是很厲害 很聰明 但是就是 他本身在故事裡的角色 不是那麼大 不是那麼重要 他只不過是點嘴 就是一盒花裡面 有一條草 對 最重要就是 那個女主角的老闆 和那個犯罪 對 那告訴我 在哪裡上畫 什麼時候 幾月幾日 是今年 2007年 5月6日 是星期日 就是一部分 SIRC Festival 他和另外一些短片 即不只是展示我的短片 由1點鐘開始 在這個NFB Cinema 就是 要不要說地址 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Sandony 很多人都知道 對 我們說完這套片 大家現在很想知道 IT Consultant 他的生活 他的環境 這部片都挺精彩的 可以說很多話 其實很多人 很多人都會有 idea 在生活中 有很多靈感 但不是那麼多人 有勇氣去拍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 台前幕後 你拍片 首先說 花了多少錢 花了多少時間去拍 你說得很對 其實很有勇氣 因為自己本身 也不是讀過電影的 只是自己玩玩而已 第一部片 是2003年做過之後 現在想起 也不是那麼滿意 但我很喜歡 拍片的過程 認識了很多朋友 覺得很好玩 很好玩 對 第二部片 是比較少的 這一部片 是比較大的 因為我本身都是做 最多 以前都是13分鐘 這一部差不多18分鐘 那些預算 很多人都是 工作自由的 很多是朋友幫忙 但加起來 做了5000元左右 也要很多錢 對 之前的製作 兩三個月 找那些拍片 拍片 只有五天 之後 就慢慢剪輯 做音樂 音樂 找人做 加起來也挺辛苦 你也是自己去拍片 有攝影師 有隊伍 有隊伍 那說一下 有沒有搞笑的事情 有什麼困難 有什麼困難 搞笑 那五天裡面 好像一個家庭 我以前跟他合作過 所以我覺得很親切 大家很合適 很合適 我說一說 他就明白我 想做什麼 但是另外 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值得說一下 是困難的 因為其中一個地點 就是一個酒店裡面 是不需要付錢的 覺得很開心 誰知道去到之後 就發覺 原來訂購酒店的人 搞錯了 是他訂購了一個月之前 我們全部的人 所有人都去過 幾個人都站在那裡 他根本想都不可以幫我們 因為他的房間全部滿了 因為那個星期間 剛剛是有Google 或者Yahoo 有很大的公開 全部滿了 突然間 也不知道怎麼辦 想起爸爸 他就打電話回家 就說 即是瞞著媽媽 就打電話 說我可不可以來拍一拍 很快 我爸爸說可以 誰知道 那些人全部進去之後 那些人全部進去之後 那個鈴鐺突然響了 因為我爸爸給錯了 那個 那個code number 對 有那些鈴鐺 警察都來了 後來就說 對 即是拍戲而已 OK 那真的很有意思 我都希望你再接再來 繼續拍片 很多謝你 謝謝 謝謝